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量 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关系 但美国的海基核力量是比较强的 自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的海基核力量就一落千丈 以至于不能和美国相抗衡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俄罗斯研发了新一代战略导弹和潜艇北风之神级 这型潜艇的服役一举拉近了 与美国海基核力量的差距 俄亥俄级潜艇随着时间的发展 北风之神级核潜艇也在进行着改进核升级 据美国消息报道 俄罗斯海军最新一艘核潜艇弗拉基米尔大功号 正是北风之神级的升级版 据称它的核导弹携带量从16枚提升到20枚 又一次增强了战略和反击能力 俄亥俄级潜艇除此之外 升级后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静音水平和电子设备的性能都得到了充足的提高 众所周知的是俄罗斯的潜艇技术 丝毫不逊于美国 早期的北风之神就可以压制俄亥俄级潜艇 更何况升级之后呢 时至今日也只有俄罗斯有能力在海基核力量上与美国平分秋色 且核导弹的技术也比美国先进 北风之神级核潜艇虽说俄罗斯的常规军力要远远低于美国 但依靠着核武器也足以支撑起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一直以来世界各国都想要将核武器这一杀手锏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国家完全掌握了制造核武器和其载具的技术 将很多国家挡在了大门之外 核武器不仅需要技术 还需要资金的支持 这两个条件就像如今能够研制核装备五代机的条件一样 都是极难达成的 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等到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升级版完全服役 届时 俄罗斯战略核潜艇也将达到与美国相匹敌的规模